禁止中国是有罪 当时不认为自己发表政治言论是有罪 你是否 他出去回来 这就是我们司法部门的事情 那么中国台北作为一个地区经济 他只能派和经济事务有关的部级人员 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 今年会议的东道组是菲律宾 菲律宾政府已经多次的明确向我们承诺 他将严格的征询上述的模式 来处理中国台北 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 那么我们相信菲律宾方面会信守这个诺言 就中方而言中国绝对不会同意 任何超越这个模式的做法 带给那个前外长 那你想你对他这个做法有什么意见 还有就是你想他的行动会影响 那一场就是在相互尊重的平等的基础上 我们各国家之间可以转开人权问题的对话 但是不能有对抗 不能以人权问题来跟随中国的内政 有报道说上个礼拜那个美国中央警报局的John Deutsch又来了北京 他出去回来都是属于我们司法部门的事情 他是属于跟我们外交部没有多大的关系 可是